我叫袁詩明,是念恩網的CEO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本身念恩網的開始是由我爸爸,即是袁詩杰博士,他開始先的 因為當年我媽媽在13年的時候就白龍歸老 之後就發現有很多東西可能是靠他的記憶或者是口述的東西去記下來 有很多他想拿出來的一些紀錄或者檔案,基本上就很難再找出來 所以他就覺得,如果將來我們將來的子孫孫再一路學他的話 我們怎樣去讀念我們的先人呢? 他就說,不如我們搞一個平台或者叫一個網站 一個Apps 看看怎樣可以用科技去令到我們能夠做到一個慎中追願的效果 我們其實對拜祭的看法呢,因為我們叫念恩 因為不同的宗教我們有不同的一個悼念的方式 有些叫做拜祭 譬如天主教、基督教那些是一個悼念的意識 我們到最後都是講一個考驗 那怎樣將一個傳統的考驗可以成傳下去 所以為什麼你會見到念恩網裡面我們是分了不同的宗教都有 甚至是無教派的形式去做一個道歉都有 因為我們會尊重不同的宗教 去進行一個叫做道歉的形式 有些就叫做閉仔,例如道教、佛教 無教派裡面我們可能純粹有些叫獻花或者是留言 和和家人去做一個對話 我們希望就為這個平台 令到一個叫做道歉的方式 能夠現代化一些 還有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親朋之友 都可以一起去做一個叫做道歉的一筆的認識 其實我們在這個平台裡面要介紹的人物 基本上在我們來說我們覺得第一 對中國人來說是有一個比較重點的一些歷史人物出現過 也都值得我們去認識 以及甚至可以做一些我們叫封制的一些認識 那這個就看這班用家他們怎麼看 他如果他覺得想學習多一些關於一些歷史人物的背景的話 他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也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大家也可以留意溝通 去講關於他們對這些人物的一些悼念的想法 如果你說困難 那基本上在一個叫傳統的一些做法裡面 我用一些叫現代的一些科技去嘗試 不是取題 怎樣協助一些叫傳統的做法 那在這裡已經是一個有困難的地方 那些人怎樣改變習慣呢 真的親自去做筷劑或者去做悼念 而是透過手機啊平台啊或者電腦啊 去做這件事 那這個第一個是改變人的習慣 要令到他有這個認知 為什麼這件事是方便 怎樣可以說未來的趨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的親風車 都不會是集中在香港或者在國內 很多都是在華國周圍的地方 那我們怎樣可以反過來 可以凝聚回那個叫做悼念啊或者是孝獨 盡回這個孝獨的推廣呢 那透過這個平台基本上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是就說要人接受和去用這件事 都需要時間 那這個是一件事我們要突破的 那另外就是說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怎樣去宣傳這件事 和方便別人去做 那所以我們當然就靠透過手機的平台可以做得到 那但是都是要時間 始終因為技術上 和一些將來我們可能想做的事 就要多些的資源去投入 和推廣的可能的費用 那這些都是我們覺得 將一些傳統的東西 應用一些科技去再轉變一個的人 那個的做法和想法 那這個是最難的 未來基本上當然我們做的一個平台 希望我們當然是多些用家 那多些人會接受這件事 那能夠推廣開去全世界 那在科技應用方面 我們希望也做到一些叫做虛擬無緣 那將來我們講現在的 就是Metaverse 比如元宇宙 AI 一些元素再加進去 那也都可以透過這些 就令到人更加可以容易一些去接受 甚至你透過我們的平台 做到一些更加象徵的效果 第二就令到這個平台更加大量光大 那我們都可以 所以每次都看完全部的歷史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集那裡做一個追思道聯 由於也都可以透過聲音集 聽一下他的聲音 那我們都可以看回我們的親人留言板 那我們不同的親友 可以在這個留言板那裡 臨給我們的先人 寫下我們自己心裏面所想說的 那我們念一網這個平台 現在是免費公開給所有香港人 全世界的親友去使用的 而我們是整個研發的團隊 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的 那我們也都希望在香港裏面 繼續將這件事可以發揮光大 因為新冠疫情 那我們基本上在19至到去年的過年 那我們基本上就受了影響 亦都在發展上面就停滯了下來 而我們現在就再重新在這裡 籌備著 看看怎樣去再將這件事 在香港再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這個平台 希望在香港繼續發展下去 而希望除了是香港人有受惠之外 亦都是我們所有的一些海外 國內的一些親朋 可以亦都一起可以共享得到這件事